春江水暖鸭先知 记者3月25号从位于长白山区域的吉林白河中华秋沙鸭保护小区获悉 据初步观测,今年该保护小区内北规中华秋沙鸭数量约50对 较往年有明显增多 中华秋沙鸭是中国特产稀有鸟类 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距今已有一千多万年历史,由鸟类活化时之称 为有效保护这一古老物种 吉林省于2012年在其主要繁殖地之一的白河林业局辖区内成立了中华秋沙鸭保护小区 2018年,该保护小区晋升为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吉林沿边林业事项时日军军,今日冒雪进入该小区 记录下了中华秋沙鸭在区内觅食嬉戏的珍贵画面 其中,在保护小区一段河流就发现了十多只中华秋沙鸭的身影十分罕见 中华秋沙鸭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 因此也被视为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性物种 据介绍,白河中华秋沙鸭保护小区已建立起中华秋沙鸭监测、保护网络和管理系统 全面保护其生存环境 3月是中华秋沙鸭北规的高峰期 吉林省白河森林公安局也参与到了保护工作中 在保护区内设置多个监控探头 并在保护区内建立了多个秋沙鸭居住的鸟窝 并组织人员和警力定期清理河道中的地龙、渔网和生活垃圾 并在周围张贴条幅和海报 防止外来人员对秋沙鸭生活的打扰 目前,在白河中华秋沙鸭保护小区内 非工作人员一律禁止入内 这也大大减少了人为活动对中华秋沙鸭棲息地的干扰 针对中华秋沙鸭保护工作 吉林省相关部门提出 到2025年解决长白山区中华秋沙鸭棲息地破碎局面 使其繁殖种群数量达300对以上 中华秋沙鸭保护工作